国民党提议在20号开议当天 率先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 就实案问题来进行专案报告 而立法院长韩国瑜 今天上午再次召开朝野协商 民进党团总召黄国昌认为 应该以加开议会的方式处理 以免耽误了实证报告 该不满韩国瑜已经先预拟好了结论 遭到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开枪 别每次都想超越法规特权 但最后民众党直接退席抗议 协商不欢而散 中日就要正式开议 韩国瑜上任来第二度召开朝野协商 国民党提议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 针对实案问题在施政总质询前 先做报告 针对报告时间复婚期也让步 但却还民众党有意见 到底是在强化监督的力道 还是因此而delay了 我们就加开一天院会 突然要求加开院会 处理专报朝野意见分歧 韩院长提出初步的总结 但连时间咨询人数顺序都拟好 让黄国昌很不满 如果是按照刚刚所先运出来的这个协商结论的话 我们恐怕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都要假设各种可能 绝对不是好像都已经做好一个什么 一个坑一样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则主张 应该也邀请台中市长卢秀燕到立法院被寻 但总周柯建民忧心他有针对性 党内不同调 本来现在新春一团和气 进入朝野协商 上了谈判桌 马上激烈攻防 记者和杨越达文维持人台报道 欢迎来自捏党 computers 对思论转 relation said